那我们先看理念 我一直在说这个理念跟实践当中有差距 所以我想在之间建立一个桥梁 那理念就是 大家这个都很熟悉 有好问题坏问题对吧 好问题呢一般就是说 允许不同的答案 老师并不知道答案 那这样子就会带来 比较真实的师生之间的交流 那坏问题就是说 老师明明知道答案 而且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 那就是老师在考学生了 这么两类问题 比较最经典的这个解释啊 这个是最经典的一个解释呢 就是说你的问题要能促进思考 促进争辩表达就是好问题 否则就是坏问题 那从二与习得的角度呢 这个大家也熟悉的 那他观点就是说好问题呢 他能促进意义协商 应义协商呢 他能够激活学习者大脑中的这个认知机制 可以有助于你把语言知识内化 那么这样的两种解释 可是在实践中呢 我们老师不知道在座的老师是不是同意 这是调查的结果 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实际上问坏问题呢 要多于好问题 这个研究的结果 无论是在二语的课堂上是这样 就是在外语的课堂上都是这样 这个之间的差距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的研究呢 我就不去预先去规定好这种语言的 这个提问的类别 而是从两个方面呢 去看提问的互动性 先看教师选择了什么样的人际意义 然后呢再去看学生积极应答的程度 这个就是实证研究 所以看这个课堂互动事件展开的 这个顺利与否 通过这样呢来看 我是希望找出这个教师提问当中的一些语意特征 这个语意是我刚才解释过的啊 这些哪些语意特征 它更有利于促进这个学生 回应 哪些不利于 这样我们就可以告诉教师 哪些我们可以怎么做 而且它不限于某一种问题 它应该可以用到各种不同的问题 我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我的第一步是理论探索 就是我根据以往研究的启示 以及我自己研究的目标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这个框架内 来去探索 提出一个系统的雏形 这个系统就是选项 都是选项 先看第一个系统 这个都是人记忆系统 就是你看我们提问的时候 这个问句里它一定有主语 对吧 这个主语呢 我们是不能选的 它是肯定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选它的人称 那这个人称呢 我把它分成这个都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里 就是互动人 就是他出现在互动现场 包括老师和学生 以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 这里有例子 非互动人呢 就是说第三方 任何第三方的人 物事 那有这个区分 第二个系统 就是我们选择 我们提问的时候 肯定有这个限定成分 而且这个限定成分 往往是出现在聚首 对吧 那可以区分两类 一类呢 就是我说这个人际指向 就是它指向我们 互动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某一个点 指向时间呢 就是从现场来看 它是过去 还是现在 还是将来 它就是时间轴上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点 那如果指向判断呢 它就是说话人 判断中的某一个不固定的点 它是可以协商的 到底是must 还是may 还是might 是可以协商的 那么这个两个系统 我就把这两个系统呢 应用到实证研究当中 去看教师到底怎么选择 学生到底是什么反应 来看他们的互动性特征 看谁的互动性强 因为从理论上推断是这样子的 可能是互动人和指向判断会强 那是不是这样 我们需要实证研究来检验 那这个研究当中呢 我就是把这个系统的选项 用这些选项 用来分析这个教师选了什么 然后看学生的反应 再去用统计方法 来去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相关 那我这里先给出一些结果 这个方法比较复杂 我就不讲了 就是给出结果 我先试着看了一看 优秀老师跟普通老师之间 他们有没有区别 在选择这个上 一看呢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非常清楚 节省时间 就是还是说优秀老师 他选择互动人会多一些 然后呢 我们看几个例子 这样大家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我就不念了 我就不念了 其实呢 这个老师是想问 这个文章的主题是什么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直接说 如果他问 what is the theme of the text 那可能学生就会很简单的说 比如说hope 或者是什么的 一个字就完了 但是呢 老师这样问 你看这个学生 非常积极地回答 老师在当中 想给他提词 想打断他了 他都没有接老师这个查 继续还是在讲他的 就是他很有兴致在讲 这是一个互动人 跟非互动人的例子 看这个人际指向的选择呢 我们发现 当然都是指向时间的多 但是优秀老师选择指向判断 要多于普通老师 那我也去做了一个 先去先看这个例子 就是做二语习得角度的人呢 他们会说要进行意义协商 但是如果产生不了互动 这个里头也出不了错 我们也看不到什么 那怎么协商呢 所以你先要让他参与互动 然后你像这里 他就出了一个错 他应该说had to 但是他说has to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明指向判断呢 似乎还是更有利于 促进学生来表达 但是我们不确定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使政研究 就是以学生回答的长度来 就是他想不想说 他多说还是少说 以这个长度来衡量他的积极性 从这里可以看出 教师选择互动人 而不是非互动人 选择指向判断 而不是指向时间的时候 你看教师回答 学生回答的那个 字数的这个平均值 是高的 而且呢 这里是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 你看这是优秀教师的学生 是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普通教师的学生 他就不是这样子的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普通教师的学生 也是有这个倾向 所以 这似乎就是跟那个老师的关系不大 而是跟这个提问的方式的关系更大一些 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呢 我就是发现一些问题 所以就像长孝刚才也是说 他的这个研究是不断地在深入的 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这个 这个责任方和人际指向 它是同步选择的 那它是有交叉的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 二者交叉的这种人际意义呢 称为信息类型 你们看我的这个选的词 是不是可取啊 就是他选择互动人跟判断呢 我说这是涉及到自己的一种判断 互动人跟过去呢 就是用本人的故事 呃 非互动人跟过去呢 是这个故事 非互动人跟判断就是涉及 第三方的他人的 这样的一个判断 然后 互动人跟现在就是个人的情况 呃 非互动人跟 呃 呃 现在是知识 那这个就是用了大量的语料 去做这个分析 最后得出的结果呢 就是说 还是信息类型 是有互动性差异的 这里唯一有一点不同的呢 是这两个 呃 就是不一致啊 这两个呢 就是在这个 故事的时候呢 老师用这个 呃 是与否 是与否问题就是一般 呃 疑问句吧 这个以往的研究都认为 这种疑问句是坏问题 因为学生只能说yes no 呃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你看 老师用这个问题的时候 学生没有认为 他真的是让自己肯定还是否定 他觉得是让他来提供支撑的 所以他说的挺多的 越是这个 是与否问题的 他说的越多 那遇到这个 呃 个人情况的时候呢 呃 就像我的语料里头 有老师说 Do you feel lonely 那学生说no 就是说他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涉及到个人的隐私 这个是与否的问题要把握得很好 否则呢 学生就是 他的这个反应会弱一些 就是互动性会弱一点 那这都说明我们的选择 会带来不同的 给提问带来不同的互动性强度 呃 然后我还进一步又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说 哦 这是一个例子 对 其实是为了针对同一个内容来提问的 但是你看 如果老师就说 is it possible 那学生就说no 但是老师说 suppose you have two hundred audience can you possibly interview each one of them 你看学生就觉得好像你是在challenge我 他就在争辩 他就讲了很多 就是这个知识呢 和设计判断 他其实都是想问一个东西 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信息类型不同 啊 效果就不同 嗯 我还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研究哈 就是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 老师会不会额外的在问题之外 再添加这么样一个我称之为人际投射 这个IP就是interpersonal projection 嗯 他会不会添加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他的特点哈 从语言的形式上来看 我们称之为人际投射句 你看主语是互动人 这个人际指向指向判断 那这个过程呢是言语 我们这个专业就是 因为有一些老师好像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 其他不了解的你不用 去管我的术语哈 这个他的功能就是邀请回答 他会额外添加这样一个形式 或者呢 就是说 嗯 互动人他指向现在 那这个过程呢都是认知过程 你看 这些动词都是认知过程 或者是认知过程的名词化成 这个形式 比如说appealing 这个呢 他的功能就是邀请回答 并表达看法 那我就在想 那既然老师他在问题之外 有可能额外增加这样一个东西 我就做了一个实验 嗯 就是实验的步骤非常复杂 我这个问题论文已经发表了 我不讲了 那大体就是 同一个问题以两种形式问 然后来看学生的这个回答 那就是 因为有研究就是说 学生的水平低一点 他可能这个回答的就 这个积极性就弱一点 所以我专门就是随机抽取了两 这都是大学英语班级 两个不同水平的 一个是一级 一个是三级 他们是有差距的 这样看看不同水平的学生 会不会有差别 结果呢 看到教师提问中 添加了IP 这个 它是会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应答 那三级的一样的 两个不同水平的班级的学生 的这个结果是一样 都有显著性 那我还 因为这是实验嘛 我怕这个就是人类的因素 我还又测了一下 这个学生回答的信息的复杂度 所谓信息复杂度呢 就是说 如果它用省略句 也就是说 学生不提出新的命题 那个命题就是在提问里头有的 它只说yes no 那如果是完整句呢 就是学生自己提出一个独立的命题 如果是这个副句的话呢 就学生提出不止一个命题 而且能把不同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给讲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来看它提问的信息的复杂程度 这里你们可以看得到 添加了就是plus IP 添加了这个人际投射的这个问题呢 你看它的这个 负句的比例是要高的 省略句的比例呢 就降低了 那一级的学生是这个样子 三级的学生也是这样 当然三级的学生好像这个负句的比例占得更高 也许是他更能说吧 但是整体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趋势表现在这里 那这是一个例子相同的问题 以两种形式问的 这是学生真实的回答 你看当你用人际投射的时候 学生很有可能把你这个互动人U 接过来转成I 就说明他体会到你是在跟我交流 所以他有的时候 他自己会pick up这个人际投射 就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回答 但如果说你的主语就是 比如说没有人际投射 is sleep 那他的主语也是sleep 他觉得你就是在考我了 我就来回答 你看这个地方虽然都是事与否问题 就是坏问题 但是你换了方式提的时候 效果会不同 我还做了一个半结构式访谈 就是对这个授课教师访谈 然后用这个主题分析法 来找出教师这个观点中的主题 这里是引用了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眼 这是那个三级水平的班的老师的看法 就是我想知道他们对人际投射的作用 对这种看法和感觉 这个呢是一级老师 一级班级 那就是这个班的学生的水平 是会 英语水平会弱一些 但是他 你看特别是他说第三点 他有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你加上comment 什么opinion 这些 实际上他说是一种暗示 暗示他开动脑筋 那他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问题 这样可以达到一个问题很多看法的挖掘 这就是原始的那个表达 也达到了一定的练习口语的作用 就是说老师呢 他也是认可这种表达方式的 他的这个互动性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就进行了下一步 我就根据这个实证研究当中的发现和结果 对这个系统 原来是个雏形对吧 对这个系统进行修订和补充 那我就 有点复杂 就是说老师提问的时候 首先他可以选择六种不同的信息类型 那他选择的同时 他可以选择是否添加人际投射 添加就是一 不添加就是零 那因为我这个实证检验的结果呢 就是可以看出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的互动性强度上的差异 对吧 那所以呢 我以下呢就要用这些词号来表达他这个互动性差异 也就是说你选择六种不同的任意一种信息类型 但你同时选择了一 或者你选择A和B就是那个有判断的 它就我称之为观点 而这个互动性是渐变的 它就会高一些 那你选择这个 跟个人和个人判断有关的 在中间 然后是故事最低的是知识 就是纯知识 也不去看学生的判断 你就是告诉我 你会不会 你不会 那就是你就错了 这样学生压力很大 是吧 然后呢 我又进行了第四股 就是把这个经过实证研究检验的这个系统 再把它应用到教师的实际教学过程之中 想去检验这个系统的这个可操作性 要让老师来做 以及它的实用性 这个呢 我就做了为期六个月 跟新手教师一起做了一个合作行动研究 它这个特点呢 跟一般的行动研究有相似之处 不同的呢 就是在于我作为研究者 始终跟合作教师 一起来走过这个过程 那我就是多了一个诊断 以及在整个过程中的一些干预 这个六个月 采用了一个三角护正的方法吧 就是 话语分析和学生问卷呢 都是一共三次 一次是在诊断阶段 一个是在行动的中期 就是期中啊 还有一个是在诊断的后期 接近期末 日志呢 是在每次课后教师跟学生都填写这个认识 所以收集了大量的语料 这分析方法也特别复杂 我就不讲细的了 这个过程呢 为了收到更好的效果呢 我是采取了这种循序渐进 步步巩固 把这个提问呢 是先提问后陈述 因为陈述更难 就是阶段性的 让他不断地来巩固这个进步 最后一个阶段还要求 他把这个进步要融入到课程的要求 因为我们最终都是要把这个课上好 那这个教师的信息在这里 我想也许跟大家还比较接近 这个选取教师的过程还是科学的 我就不讲 这个有两个老师 这个L老师呢 他是专业科学教师 S老师呢 是教大学英语的 L老师是在一个省属的一般的高校 S老师是在一个市属的一般的高校 大体情况在这里我不细说 我就从诊断跟踪这样来说 这个第一次录课呢 这个L老师呢 他提问非常少 在课堂上可以看得到 而且他提问里面的信息类型呢 基本上就是以知识为主 知识和故事为主 这是他的特点 我的问卷调查呢 就是也印证了这一点 学生说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多 跟我们交流少 但学生同时表达我的有不同的问题 学生就是说 我更希望跟老师交流 而不是老师始终讲 并且学生同时说 当你问到我个人的观点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说得更多 再来看这个S老师是大学英语的一个 他这个学生还没有通过四级考试 你看这个老师在课堂上 你看乍一看 他提问挺多的 是这个L老师的2.5倍 但是你看他提问的信息内容呢 就是非常单一 我就在想 那个学生问卷 学生表示 说那个老师上课 跟我们交流不多 自己讲得多 可是我看他提问挺多的 我就仔细地看他的提问 都是什么性质呢 就发现了进一步的问题 首先他用汉语 我不知道在座老师 有没有同感 他自认为说英语 学生听不懂 他就用汉语 而且呢 你看他提完问题啊 几乎是跟学生一起回答 就像自问自答一样 也就是所以学生不认为 这是在跟他交流 学生还认为他是在讲解 基于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给两个老师呢 制定了 对不起 制定了这个 就把存在的问题 主要问题找出来 制定了这个改进点 L老师他要增加提问首先 然后信息内容要 这个信息的类型要改变 这个S老师呢 除了改变信息的这个类型以外呢 他还要尝试着用英语去提问 但是要注意这个英语表达形式 不要超过学生的水平 我们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这个跟踪就是 先看L老师 就是那个英语专业的 你看他在这个行动当中呢 明显地可以看出 他的提问 通过提问跟学生交流的时间 再增加 对吧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呢 他这个选择信息类型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期啊 实际上是有一个高潮 非常高 他的观点占了很 超过半数 到了那个后期呢 又略微有一点反弹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 这个我们所有的教材 到最后的那个课文 肯定是比开始的课文 要难一些 对吧 所以他支持呢 就会增加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 我要求他在课 就是说最后要融入到 整个这个 这堂课的目标 要实现的 所以但是总体来看 你看如果拿 后期跟之前比 那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就是说这个老师 还是在不断地进步 我们看一下学生的回答 会不会因为老师提问 互动性增强了 学生回答有没有变化呢 你看一开始 学生回答的省略居多 14% 中期随着老师 那个观点性的增强 他这里 学生的复具增强了 复杂性增强了 到后期呢 相应的 跟老师的那个变化相应的 他也是有一定的反弹 但总体来说 你看他跟这个 之前 行动之前 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就是他在稳步地 不断地调整 来进步 看这个S老师呢 你一看他通过提问区 跟学生交流的时间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他已经开始 用英语来提问了 那么 看他的那个选择的 信息类型的变化 一开始他只有两 刚才那个丙图里看到了 他只有两种 主要就是知识 你看到中期 他四种都出现了 到后期呢 他四种相对来说 都变得均衡多了 你如果考虑到 后期课文难 又要融入教学 那他这个进步 还是相当稳定的 那看学生的回答呢 一开始他都是那种知识性的 学生回答基本上都是 yes no 就是两个字三个字 这样的所以你看 就是只有两个加起来 这个复聚和完整聚 加起来只有3% 那到中期 一下子完整聚就增加了 虽然没有出现复聚 那后期呢 你看复聚跟完整聚 加起来也是有反弹 加起来已经到了23% 跟之前相比 也是有很大的进步 说明他的这个改进 也带动了学生 那我的这问卷 还有日志的调查 是智性的分析 我也用了那个Martin的 那个attitude 就是来看他的情感变化 除了行为变化 看他的情感 这里你看啊 左边是L老师的学生 他们一开始呢 就是多数学生呢 是想跟老师交流 那到了后期呢 他这个只是更强 没有变化 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就是更希望 跟老师交流了 你看这个S老师的学生 一开始多数学生 他还觉得 就是多听老师讲 更好 但是你看到后期 这两个慢慢接近 就说明更多的人 希望跟老师交流了 希望听老师讲的人 变少了 我还在这个老师跟学生的 这个日志当中 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说今天我上课 是心情怎么样啊 有哪些感受 为什么 我想让他把这个原因再讲一下 这给我引用一些他们的话 你看这个L老师就曾经说 今天我很开心 因为有三个同学上课 是主动举手 那个翻过号里头 是我的那个标注 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这在以前很少见 虽然积极发言的同学 还比较少 但大部分同学 都能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发言时更有自己的见解 这个是S老师说 以前同学们都喜欢做后排 他不愿意做前排 这不完全 怕老师扁 今天发现有几个同学 愿意往前排做 回答问题也有自信了 这个是他们的情感的变化 还有呢就是L老师说 讲课时呢 我向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看他用到了观点 实际上他也是一个知识型 他用到了观点 学生回答就很踊跃 他就很开心 我的时间还有多少 好的我尽快 那这个S老师 他也是用到观点 你看这个问题 他也完全可以不用观点 变成一个真实性的 但是他用到了 他说学生可以很自信地回答问题了 例如他解释这个 他说他们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有些同学回答有趣 把生活比成红酒 茶 钱 你看就是学生的情感变化以后呢 他的行为也可以有进一步的变化 这也是这个学生的感觉 我就不念了 那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这里呢 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就是当教师 他能够提升这个提问的互动性 那学生就有一种 更良好的这个情感体验 他的这个情感体验好呢 他就更增强了 这个交流的这个意愿 他就积极应答和表达更好 那这样呢又反馈给老师 老师也给老师带来了良好的情感体验 那么他也更愿意去改进 所以我在这六个月的过程中 是完全看着这些老师 一点一点的进步的